各位 向大会报告 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质询 第一位 请曾议员立宴质询 时间45分钟 议员请 谢谢主席 市长三位 两位副市长 以及市府所有的一级主管 电视机前的记者先生 各位乡亲 以及各位同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曾议员 来就一些问题 来请教我们的市府官员 那 第一个 我们来就 叩见一路 跟这个凯旋路 那 早期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偷宽完成了 但是就在这个 前阵街到这个政华街这一段 这一段 应该只剩下九户 也是现在的前阵的夜市这边 还没有被征收透宽 那目前这个扣建路跟凯旋路啊 这边也 也可以说啊 是一个交通要道 等于说主要的干道 那这边在 在西边这边是一个加工区 林广工业区 还有加工区都在这个地方 那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大型的后柜车啊 都从这边经过扣建路 扣建路 很多的人潮 工作人员 骑机车啦 那人潮可以说 非常的多 那现在又增加我们的轻轨 从这里经过 未来应该不久 我们的旅刊完成以后 到西八的话又经过这个地方 那未来轻轨的营运 到时候又增加这个轻轨 那在前西万跟西市之间的一个营运啊 我们都已经发觉到 交通都打劫 不管凯旋路 不管中山路 非常多的一心路 这一些经过的地方 都已经感受到 车量非常非常的多 那造成的这个阻塞啦 那为了捷印 又改变有很多 交叉路口的红绿灯的时间 那现在非常的乱 我们也去会看了很多的地方 那有的能改进 有的还是不能改进 就像一心路 到现在也是没有 找不到方法来改进 那边的车辆 等一下下一个题目 我们再来提这个问题 那所以这个地方又有轻轨 未来又要通过的话 又会造成这边的一个 交通的一个混乱 那这里的九户人家 也在去年度啊 联署希望政府来 开辟 偷翻这个地方 也同意我们新工处 来征收 那也联署了 那文医也接收到我们新工处的一个回文 就因为没有经费 那每一次 我们地方的声音到了政府这边 给我们的第一个回答 就是没有经费 没有经费 那我觉得这个交通已经 非常的 所以这边的 未来会更严重 会雪上加霜 那我希望 我们的新工处 也希望市长 能够答应 把一条主要干道啊 能够完全的 去把它开拓完成 成为一个真正 能够符合 是一个宇居的城市 能够符合高雄市 目前 所遇到的平均 能够把这一条路 全部的 剩下九户 九户这么小的一段而已 能够整个开辟完成 在这里 拜托市长 也先感谢市长 那 这一 市长 你要不要打扶一下 对开辟这一小段 让这个扣建路 凯旋路能够完成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郑议员 短短的一条路 大概 他所需要的经费 土地的费用 就九千万 然后地上补偿物 最少三千万 他必须工程会 才一千八百多万 就是说一条路 它的土地费用 跟工程费用 一块这么大 这个部分 他现在是要拓宽 当然 如果在市政府 我一定要考量市政府的财务 如果我们也会尽可能 在这个部分 尽量来拓宽 但市长虽然是很多 就是因为他要主要干到 所以他才会 但是我每天 议会 每天都说 我们高兴市 市长河南乘家才负责 这么多 这个部分 我一定会心中 好不好 我了解这条路的重要性 但是我来看 我们市政府 这个部分 因为它的费用太高 我来尽量 那我再来跟我们的公务单位 我们来商量 那我现在跟 曾义也就是说 我不敢随自己答应 因为他这个钱 还是说都 一两千万 我同学是马上 因为他的费用是一額 好 谢谢 请市长重视 那下来 我们大鲁阁 从5月9号开幕到现在 我想从还没有开幕 我们这边的议员跟立委 我们也蛮重视的 那也开了几次会 那我们也跟交通局 跟大鲁阁这边的总经理 我们也做过多次的 大家的一个沟通协调 这边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问题 但是解决到现在 他还是一个 交通上还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原来在中山路几个路口啊 就已经是 尤其是中山路跟中安路这里的路口 可以说是我们高雄市啊 是大造势路口之一的 本来就这个地方就很危险了啦 那加上我们的大鲁阁 我们的彩芽道在这里啊 交通就更乱啦 那除了乱 本来是机车 汽车行人非常非常的少 除了来做这个捷印的 那现在多了非常多的行人 所以啊 这个地方就更乱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来看一台这个 这个 不需要的车哦 那有些坐車都是從這邊 所以等於就是說在這一條斑馬線上 從左邊到右邊 從中安路走到中坪路 可以說車行人非常非常的多 那大家在走的過程當中 你看這車子機車的來來往往 可以說非常的危險 大家都不走不走 甚至有的人在搬這個車 那這個是在5月18號 我們交通局還沒有宣布 這個這條斑馬線不能走之前的狀況 那我記得我們公務委員會做考察的時候 我也跟交通局在前幾天 交通應該是公務委員會 那那天我也跟局長講 這個是太危險了 是不是能夠把這個行人 建議他由我們捷運的地下出口 從這邊 當然我們是這樣子的建議 對我們百姓的一個安全是做最好的一個保障 就是說安全比較有保障 否則的話 不曉得哪一天真的要發生這個車禍 但是走地下道以後 很多人就覺得很不方便 因為他的時間 跟在那個做捷運來大魯閣的人 這樣子有一點等於全部都在地下道 可能急、慢、長 都有 絕對的一個關係 讓大家覺得很慢 然後有的還是同樣的還是在走這一條路 那所以我在我的FB裡頭 就有很多人的一個建議 他建議說 是不是這個 監風期 我們再來 再來管制這一條八馬線 那平常的話 平常人數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是同樣的開放這一條 八馬線 那當然有的人是認為說 要下去跟上來 只有那個 墊幅梯只有 上來 沒有下去 很多人就建議 是不是 兩方都有 可以下去也可以上來 減少大家的時間 減少大家的 上下樓梯的時間 那當然也有人告訴我 說最好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這捷運出口的地方 就直接啊 挖一個 開挖一個 一個路啊 直接就到 大魯閣 草崖道 這樣子的話 更能節省大家的時間 也能夠 紓解 原來我們 這個捷運站啊 讓我們走 所有的這一些住戶啊 他們上課啦 或者是 有事情 在做捷運的時候 能夠 不是那麼的擁擠啦 不是那麼多人在那邊擠的 可以分散啦 等於就是說可以分散這個 這個人潮啦 那也可以啊 讓所有的人 不要覺得就是說 因為我當初以為是 巴馬線他是可以把它 凸掉的 可是好像應該也不可以 也不行 巴馬線也是讓所有的 請走在兩邊的一些 住戶他 有時候有需求的時候 還是要有巴馬線 那你留下來就不會覺得說 巴馬線在那裡 停在那裡 結果都沒有人在走的 這個狀況啦 那這個我們事務要怎麼解決 等一下大家一起來跟我回答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部車 這是在我們的炒畫線 還沒有畫之前 我們照的 這很多的車子啊 因為他還不熟悉啊 我們草芽道 他的入口 在哪裡 也不知道他的停車 從哪裡進去 很直接的 他看到中山路的一個缺口 大家都會覺得那個地方 就是地下停車 停車位 所以啊很多的車子 就直接啊 從快車道 一衝啊 橫衝的直接到 草芽道中山路旁的這個 化紅線 禁止下車的地方 禁止停車的地方 這個過去以後才看到 原來那個 門啊 是屬於地下機車 停車的地方 汽車是不能進去的 只有機車 那所以有了過去以後啊 沒有辦法就直接停在那裡 這樣直接過去 那我們兩邊啊 這是一個執行的一個機車道 然後裡面這一條 就是由中山路啊 要進到機車騎車道的一個機車騎士 他們騎的一個機車道 那在這邊騎車的人啊 讓車子這樣直接橫衝過去的話 第一個很危險 第二個啊 沒有危險的話 也嚇一大跳 怎麼哪有車子 汽車跑到機車道過來 那我們再看 那我們再看喔 這是我上個 就是上個禮拜天啊 下午差不多六點多一點 我此地又去了解一下的狀況 真的喔還是同樣的就是 那個車子就從那個快車道 還是一樣的直接衝過來 那他看到這裡不能進去 那現在有做 大魯閨已經有做那個停車 在這個地方了喔 所以他是不能進去的 他只有停在這裡 那當下看的時候只有這一台 那我走一下沒有兩分鐘喔 你看 你看 這個就比較亮 看得出來就是說 他這裡已經圍起來了喔 那只有機車道能夠進去 那汽車不能就這樣子進來了 然後你看 馬上啊 我這裡就看到一部機車停在這裡 很快的喔 這一部車子從 汽車道進來了 再沒有兩分鐘 這一部車子又進來了 在這裡幹嘛 可能在這裡等了載人啊 因為 那麼晚了六點多了喔 那很危險喔 這邊大家看到的是 禁止停車的地方喔 好下來喔 這個看起來都不是很亮啦 這裡就是 我們 呃 從 西 走到東喔 的一個人行道 差不多兩個人可以走的一個寬度而已喔 那這一邊喔 看不清楚 那我告訴各位 這邊都是鐵皮的一個 呃 呃 這個護欄就是那個鐵皮的啦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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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還整片的喔 那這裡是一堆一堆這樣 這樣吊起來的 這個 這個 圍欄就對了啦 這個 這個 那個 負欄啦 這些都鐵邊喔 大家在這裡走 大家都在這裡走 你看 不夠走都走那裡下來 走那裡下來 走那機車道下來 被擠下來的話就走機車道 好 那這裡本來就是只有兩線到那很小 那個那個路面啊 本來就很矮啊 那這樣大家擠來擠去的話 你看那天去的話人 人數不多喔 齁 齁 就已經這樣了 我不知道很多人的狀況會變成怎樣 啊 也有很多人 異交在那邊指揮喔 都這樣子的 好 那 再過去一點的話 這裡有私人的停車位啊 你看 我在那裡一下喔 啊 就把後面的車子全部都堵住了 就在這裡等了 啊 每天都這樣 你看這個 車道的一個阻塞的狀況 啊 你看還有人啊 從那邊走過來 沒有人啊 也是這樣走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喔 我想交通局你們追清楚啦 啊 我剛剛講的有沒有 就是這一邊 這是滿危險的 那這一條人行道啊 好 過去我曾經 呃 跟養公處講過 因為這裡就是齁 呃 過年那邊的人 要來坐捷衣的 是必經之路啦 那時候我就請 呃 養公處這邊能不能把這邊的人行道 有沒有辦法偷寬 或者是這一條人行道 能夠把它鋪好 讓行人在這邊走的時候 能夠是安全的 齁 能夠是安全的齁 啊 這邊喔 整個地方都會 我覺得會掉下去 看了就金心膽跳的啦 齁 大家如果直接去那邊看的話 就會發覺齁 齁 那因為那麼久了嘛 齁 鐵包也會 應該也會 怎麼會 會 那個啦齁 會 會掉下來啦 齁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危險齁 那我們再看下來齁 你看齁 我們就這個地方是要進去那個機車 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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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轉區啊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帶轉區啊 我看啦 大概只能停兩部機車 齁 啊 其他人就要擺到外面去 擺到外面去 擺到外面去 你看這些機車 為了要去停的時候 要怎麼進去 要怎麼進去 就非常的危險 那要怎麼去改善 齁 這地點優又非常的狹小 那怎麼去改進呢 齁 怎麼去改進齁 齁 這個我 我想就是由專家去 去那個啦齁 齁 不然的話齁 真的 我覺得很危險 欸 大家看一下齁 你這的是 要走轉的 車輛 的機車 但是也有要直接 到桂林 到中挫裡的 這機車 如果 剛好這裡是綠燈過來的話 是不是也就是一直都擠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 呃 危險問題就出來了齁 好齁 那剛剛提到的 那麼多的一個 呃 問題 齁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養工處啦齁 齁 也配合啦齁 那昨天我也聽到 我們四位同事在跟 呃 市長 在做這個財務 財政的一個 咨詢的時候 我想我們的市長也提到 大魯閣來 那那天開幕的時候 我也聽到我們的副市長跟我講 真的是不簡單啦齁 找到我們呃這個大魯閣的一個公司 這個團體 來到我們高雄 做這個 呃 開花齁 真的第一個不簡單 而且我們能夠摒棄啊 這個 黨 政的一個 呃 匡匡啊 能夠讓他們來齁 我覺得 就應該感謝我們的副市長啦齁 那也 來 草芽道 大魯閣草芽道 來到我們的 高雄市 尤其是在我們前任地區啊 我們 我想我們所有的民意代表 也都懷著非常高興 也樂見 因為 來到這裡的話 第一個 帶動 市政府的一個 財政的一個收入 第二個 也帶動 我們前任地區 這個地方的一個 的繁榮啊 那第三個 帶動 非常多 非常多的一個 就業機會 所以 到這裡來 我想 我們都非常的 歡迎 吼 那在歡迎之下 呃 得到那麼多的好處 我想 我們市政府的團隊啊 也應該 在他們認為困難的些地方 是不是也應該要 多一點的心力 多一點的關懷 來解決 他們這個 停車的問題 這個 馬路安全的問題 第一個 為這個企業 第二個 也為我們 地方 百姓的一個 安全著想 那這些地方 是不是 我剛剛講的 我看到的 目前看到的 能夠解決的 是不是也請交通局啊 跟我們養工處 這一邊 來做一個簡單的回答 好不好 請交通局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曾議員 對那個 道路格草仔道 這邊的交通 非常的關心 也學時 提供我們一些資訊 讓我們去改善 呃 再次感謝 那 草仔道這個部分 他在我們的整個 城市的發展裡面 扮演很重要的一個指標意義 他是跟我們捷運站共構的一個 一個很典型的 聯合開發的課題 所以 我們當然很希望 在未來 大家習慣 查到這個存在的時候 能夠多多使用大眾運輸 因為畢竟 那個 附近的地區 他的 道路狀況 確實是有很大的限制 所以 就會產生剛才 議員在現地看到 目前的一些狀況 那 我跟議員 稍微簡單報告一下 剛才提到的 那個 那個 馬路 行川線的問題 行川線的問題 我們當然很希望 民眾能夠利用捷運的通道 到這個 草仔道來 那 目前我們的做法是 六 早上六點到二十四點 是 管制 沒有使用這個 平面的行川線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 從 從這個 二十四點 就是晚上凌晨之後 到早上六點 那個 捷運的連通道 因為他沒有營運 所以他是關閉的 那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某些時段 還是可能會有 行人需要用到那個行川線 不過我們希望說 那個捷運公司這邊 可以 趕快的 積極 將上下都有扶手的那種電梯 能夠把它增設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讓民眾 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因為爬 他覺得說 還要比較不方便 但是事實上 目前有那個升降的電梯 可以使用 那所以 目前這個行川線的處理 我們希望 在兩端都有那個 逆交 還有我們草和道的人 來做一些管理 那 行川線 它目前的秒數 只能到達29秒 所以 限制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地方要很多個石像 又要執行又要左轉 所以那個石像已經沒有辦法 再讓那個行人的石像 再拉更長 要不然整個系統就會變得更加的混亂 那所以這個部分是限制 那限制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有替代的方式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剛才看到議員所提到的 有一些直接 小汽車就插進去到路邊 去做圍停的動作 這個確實是危險的動作 而且是違法的動作 那我們這個也很感謝警察局 還有我們相關的同仁 每一天都在那邊 有很大的人力的指揮跟巡檢 把所有他們的資訊都會回報到交通局來 整個從5月9號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起來 狀況雖然不是說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狀況的 嚴重的情況 比我們當時想像的 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我們有針對開幕前 到每一天 我們都有跟他比較 每一條路段的車數 還有流量 還有就是說 捷運的進出的人數 那大概是因為剛開幕的 這樣子好不好 蠻多的議題 那是不是請 再把資料提供給議員 好不好 謝謝 那我們簡單的養工處處長 你也很簡單的講 因為你們去把它弄好就好了 是不是 就是 好 謝議員 那個有關剛才講的中安路那個人行道 因為如果要擴寬的話 那邊車流量 整理就好 我知道不行 所以我們找到草 我們就 我們會馬上交代去整理 對 不平的去把它弄好 就是說弄一個比較 比較 友善的一個空間 讓人家在那邊走 好不好 還有那個圍牆說 可能會有 對 掉落的可能 我們會去找那個 很危險 我看起來很危險 找地主出來 如果有公共安全的話 我們會要求他改善 對對對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現在來看 現在來這個 陸屏專案 在我們公務局的網頁裡頭 我們有提到陸屏 我想也一直是公務局努力的一個項目 那當然我們寫的都很好 說我們做的怎麼樣 怎麼樣 但是在我的選區裡頭 我說真的 就看不到那種好 但是也沒辦法 因為我們這裡 我們的養工處理也好 所有的工作同仁 我們只要在會看的時候 第一個問一下都會告訴我 就是 因為大型車輛在這邊 在這裡開 在這裡進出 所產生的 就是人家說 反之高就對了 大家塞車就很危險 我每一次上下班 或者是選民服務 可以說就是非常 如果自己塞車我會怕 你知道嗎 坐車我也會怕 因為都會這樣 剝來剝去 如果是我沒注意 我就會覺得 就會跟旁邊的車子撞在一起 一樣那種感覺 那我們也看看 蘋果日報怎麼樣的講我們 他在5月17號 才沒多久之前 他說有網友說 來高雄小港去到林彥區 大卡車會經過的地方 騎車經過會跳 真的是會跳 我們來放一下影片 看一下 這就是滑的就對了 一邊就是正中路 一邊是五甲路 你看 有看到在跳吧 車子經過這裡的話 是用跳的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有看到整座都是一頂一頂 有沒有 都一頂一頂 然後 我們 把這個 那個 十字路 撲路的時候 再撲這樣 不夠白 不夠白 所以 車在 歐多巴在開 都就是這樣 就對了 都用跳的 我相信不是只有這裡而已 在那個 沿海路 跟 那個 中港路的地方 就像這樣 所以 很多人來給我 澄清說 是不是請養工處 去 把那條 十字路 那個地方 把它撲起來 不要說 一頂一頂 然後 車子在那邊 就好像海浪一樣 他們說很危險 在那邊騎車很危險 一轉彎 從那個 南至北 然後 走轉 中港路 這樣 那個 那個幅度 很容易 因為 波浪 而 跌倒 那這樣子 如果跌倒的話 車子來的話 你看有多危險 那邊又都是 大卡車 後櫃車 車輛都是 重量型的 那所有的 東西像的 這個 十字路口 的地方 就是 危險的地方 那如果下雨的話 那這個會更危險 那所以我 兩次三次的一個會看之後 中港路那邊 我們的養工處 就把它那個 鋪了 好鋪了 就減少這邊的危險 但是整條的 這個 沿海路 我真的有時候我非常不好意思 然後那天我當公務委員會 質詢的時候 我當主席 我們的王耀玉 王耀玉 他住在林遠 他也為了這條馬路 在執行 因為他每天來議會 可能都要經過那裡 到市區來都要經過那裡 那整條路 真的 賣到可以說 很危險 但是我們的公務局還是說經費有限 那我今天提出來 就是希望市長能夠多給一點 我們養工處這邊一些經費 那真的是危險的地方 真的該去重鋪的地方 雖然經費很大 但是為了大家的安全 我想還是需要 預算的一個挹注 讓這一條馬路能夠是安全的 能夠安全的 今天我再把這一條馬路的 這一些狀況 由我們的王耀玉 那邊拿來 再告訴大家一下 就是說讓市長知道 你看這都坑洞 這都很大坑 這很大坑 這樣子 就一部分而已 我只跟他拿了幾張而已 就大概 來 提示一下說 這一條馬路的一個危險度到哪裡 那也請我們公務局 能夠為這一些 十四路的地方 以及沿海路這一邊 能夠去完成這個 鋪面的問題 那我在這裡 拜託市長 能夠給 給養公處 你快點好不好 我們養公處處長他有話說 請處長說明 謝謝議長 有關於剛才講的沿海山路有成效到中原路 我們預計在六月中旬就會進去 會進去跑步 那也跟議員包括我們在中山路跟沿海路 因為自來水公司有打算 那槓管 剛好要在沿海路那邊有一個槓管 台灣工程 所以我們會跟他協調 趁這個機會把那個道路 一併把它弄好 以上 感謝 謝謝 處長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新路 一新路跟凱旋路 現在變成另一個危險 我們七八岸以後 我們也很感謝 市長花揮非常大的一個力氣 很快的就把凱旋路跟一新路 給重新的一個 走路起來 但是 我們也感謝 大家想到說 讓我們的行人有一個友善的空間 但是你對行人友善 在我們來看的話應該都是說 人行道很少人在走 大家走的話都會走那個旗樓 那大家又把馬路本來就不大了 那現在又兩邊就採檢25公分起來 周圍人行道 讓人行道更寬廣 但是 其實車道 機車道 就只有變成 來往的就只剩下一線道 那又要汽車又要機車 那這邊又是捷運的 可以說經過的地方 那為了捷運 就把燈號的時間 就好像多的不是很好 所以 本來 從做以後 這一條馬路變小了 路面變小了 安全問題更大了 那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子 有沒有本末導致 我不懂 但是 我們覺得安全問題出來了 我希望 是不是 專業的公務局 能夠對 凱旋路跟這個益心路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改善 一個更好的一個改善 讓這裡的一個交通安全更好 那我想我在應該是一兩個月之前 我也舉辦過這個會刊的動作 但是大家還是找不到那個重點出來 那這一點告訴我們公務局 希望公務局能夠帶著團隊去瞭解 謝謝 好不好謝謝 好下來 我提到就是說 我想 自從我當市議員以來 可以說很多的時間 都花在我們的路邊 以及公園 以及住家附近的一個黑板樹 所造成的路面的狀況不好 然後 讓行人在這個地方走動的時候 是跌倒的 還有很多都是因為 這個黑板樹的樹根 越大的話 它長越大的話 它的根 可以說更粗更大 然後 隆起的那個人形磚 就更高低不平 然後 產生了很多對租家 很大的一個影響 有的啊 它的根就直接跑到租家裡頭進去 有的 如果是小一點的話 造成他們的地下室啊 造成他們的地下室啊 老罪啊 那如果再嚴重的話 就跟它的污積 就是會造成結構有問題 那這個跟住家的安全 就會影響會更大 那有的啊 甚至 我想我們也都去揮坑公 那 這個不是黑板樹 但是也是行道樹 它 居然 它的根啊 串到人家家裡頭去啊 進到它馬桶的那個管路啊 水坑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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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 延伸到二樓 可能有沒有到三樓 基本上 他們三樓就不通了 從三樓以下的廁所都不通的 那後來 才發覺到 原來的手坑 進去就對了 進去到他們的水管 他們要 用一些方法啦 就把那個手坑 那裡揮出來 揮出來 他們的便室比較通 但是啊 我也一直拜託啦 拜託我們的公務局 能夠是不是把那棵樹 能夠移走 可是好像 好像說不可以 應該我有跟公務局 我們的造物局長談過啦 談過 那我要講的 就是這個黑板樹 黑板樹 那這個黑板樹啊 不只造成住家 發生這些問題 還有就是說 在這附近 我們常常會有消防酸啊 停車的那個 一個立牌啦 種種的 如果在這一 這個 輪行道上的 有一些設施 它也都會被破壞 就說把消防酸 把他 這樣 隆起嘛 消防酸的跟著他隆起 老灰啊 老灰啊 在那邊走 行人災 不一定是老灰啊 得倒的 得倒 那他的黑板樹的花開的時候啊 他大概只有十月份啦 雖然短暫 但是他花開的時候會 那種氣味啊 那種氣味啊 他為了讓昆蟲去散播他的發粉 但是那個味道也讓人家 沒有辦法接受啦 他的味道 那他的果實啊 黑板樹的果實啊 成熟了以後 他打開以後 有那個棉絮啊 棉絮會造成 呼吸道的一個 痾 問題 就是說黑股 還是說 那個過敏 他的免序是這個樣子的 他的根啊 就更多了 你如果 整理的公園啊 我們 這一次的考察也有請處長 去了解 整個好多的公園啊 裡頭的人形磚 都拾起來 拾起來之後 你知道 你講的大部分都小孩到老人 請請 老人 因為 他年紀有啊 他走路就不能像年輕人一樣 他的腳部能夠拉大 他的腳部就是慢慢的 然後是 平平的 請請就要去打到 滑倒 那 這些問題 或者學校 學校也一樣 發生這些問題 那甚至有的 經過 學校的操場 的PU 跑道 他會把跑道 PU 給攏起來 種種的一個 問題啦 我想這也是 就是 所有的養工處 的工作人員的一大 可以說困難的地方 因為 怎樣 都要把房子切掉 然後 都要怎樣 都要去店舖 但是因為 舖了就好了 又一段時間 他已經 又轉過來 又產生 那這個也很浪費公堂 真的很浪費公堂 真的很浪費公堂 那還有 就台風來 來的時候 要去煎這櫥子的時候 常常要跟這個 複數團體 綠色團體 跟他們 地方 的人希望 減短一點 因為造成大家的一個損失很多 所以他們希望減短一點 那複數團體 他們不能 他們不行 那我不知道 當然 處長也談過 要 慢慢的去淘汰 這個 黑板樹 那 我現在請教一下 還是簡單的 有沒有處長 簡單的回答一下 請處長回答 謝謝張議員 那個 之前 曾議員有到新人公園去匯刊嗎 那因為 那個黑板樹有好幾十棵 就是說 地方是希望全部把它移走 因為那些樹都很大 都是樹硬都很大 那如果全部把它移走的話 第一個 經費上 還有一些要處理的那個過程 會很繁複 後來我們 有跟議員這邊有討論 就是說有兩個方式嘛 要移也是一個方式 然後 如果他在果實要 要接果實以前 我們把那些果實 就把它打掉 不要讓棉虛那個 那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也在演你 關於步道 剛才議員講的就是 老人在走的時候 因為他腳步沒辦法抬得很高 那個處長 這個不用講 我們在會刊的時候 都有講過 我現在要你方法 我現在講好了 您請坐 我想 這個問題在台中 有非常 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黑板樹是台中市的 是樹 不是花 是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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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對了 所以啊 他們啊 有很好的一個動作 我們不是都只是花錢 在幫他補兵而已 他們有實際的動作 他們在去年 他們就找了 附屬 附屬的團體就對了 他們有樹木委員會 他們組成一個委員會 然後去邀請 附屬團體 大家坐下來開會 溝通 然後他們有一個 SOP 的一個辦法 的一個辦法 在這裡 那我希望啊 我們也可以 來學習 看怎麼樣去 慢慢的去淘汰 我們的黑板樹 不要讓我們的公堂 浪費掉 那下來 我簡單的講 我們在我們的 愛河 看到很多的 共多拉船 我們看到了 鴨子船 我們看到了 太陽能船 都沒有我們高雄市的 一個文化 我們有的都是 外來的 一個海洋文化 那每個海洋都市 城市啊 都有他們的海洋文化 有他們的船 那你看這個是香港的船 這個是我們 威尼斯水都的船 這個是阿姆斯特丹的玻璃船 那這個是越南 夏龍灣的一個船 我們都想上去坐一坐 那這個是我們台南市啊 我們的台灣成功號 我們的台灣船 那是政府會 他們願意到日本 歐文館去 把這個 這個 這個 會是 台灣的 他們從事的這個 歐文館去跟他們 找出來 拿回來 知道 然後 台南市長 也沒有很深深的 所以 用這個 這一個的船 能力的工型啊 能力的 能力啊 製造 一個 台灣的工號 這一型 屬於 台灣的船 但是 這個花位 都直接會啊 增加了 這個 花生館 加上 政府的 船 這一艘船 轉到船 1.2億 1.2億 然後 知道了 這一次 台灣的船 我的意思就是 他們願意問他們的 文化 跟他們的 力 像文化那麼大的 力 他們都願意啊 而且 造物品 可以拿回這個 會玩 我們也有文化 我們剛才講的文化 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 找出 離我們高雄市 認識的文化 我們的文化 讓我幫各位 幫你找到 這次 我們在 走過去 貓港 北海 第一里 要到 路區來 要到 路區來 走 做的 這個 船啊 他們是 走水路啊 到我們的 安永去到 我們的 高雄的 這個 這個 環境 化驗啊 他們是 非常嚴重 但是這才是我們 深圳的 我們高雄的 文化 我們教育 一世的 海洋文化 我們在 中島 我們希望文化 去找回 我們 一世的 高雄 一世的文化 文化 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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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視長 請回應 感謝議長 感謝陳議員 有關以黑板樹 過去高雄是大概有100萬 一張一百萬張以上 對墮樓的破壞 和對人群道的破壞太大 所以高雄市幾乎在一段的時間 大量的移植 移植就是說 這樣能夠種一些更好的樹 過去大概都希望他們的黑蚊蚊很好大 所以趕快把它種一種 但是它是一棵 不是很好種的樹 所以這個對很多路面迫害很大 剛剛甄妍提到的這個部分 那我也希望 當然有一些複數聯盟的意見不同 不過我覺得我們應該種 有價值好的樹 五十年、一百年 這個樹都還在 我會認為這樣 我們比較好 你如果黑蚊蚊蚊很小 很快就有風太來 沒渡 但是它那個均勢得很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 我會請我們的養工處 針對這個部分來處理 在整個大路隔的周遭 確實造成交通上 我們一時的調適 還不是很好 我會進入這個部分 交通局用它的專業 跟我們的警察局交通大隊 大家互相在修進很多辦法 要如何把這個部分 包括我們的捷運公司 要如何讓這個地方舒適 要如何讓這個地方安全 斑馬線的部分 交通局曾經考量 所以說沒有這個斑馬線把它促銷 頂頂 這個我們都會從交通的專業上 用路人的安全 這個管店去做出力 至於說 我們剛才張議員特別提起 說我們高雄有很多公都拉 還有很多不一樣的鑽 高雄是一個都圓文化國際的那種鑽 難免有很多不一樣 但是我們認為說 我們的文化局 應該是說 我們長老婆 過去那種鑽 那種鑽 有適合在我們的愛河嗎 或是說我們未來的 我們的鑽定和後面的客 那個地方 適合一個我們自己的高雄 有代表我們的古代傳統歷史 我覺得這是保護我這麼聽 我們的文化 比較用心 來想看 看有什麼樣的 但是我也希望說 我們在那種方面 有我們自己的傳統 另外一方面 我們對很多 沒有什麼樣的文化 我們也是一樣 一樣 擁榮的擁抱 就說我們都還領 不過我們不忘本 我們對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我們對於高雄 傳統的水路者 我們來做輸購 謝謝曾議員 有很多 很多道路的開闢 那我們會盡可能 在這個部分 確實有些費用都太高 太高 那我們必須你要分十年 幾年 不然你現在沒辦法說一條路 你的土地 土地保障費 現在都要用實價 那就太過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做一個思考 我也會請我們的公務單位 我們對所有的道路的開闢 都會非常的慎重 了解到這個的需求 跟曾議員說 這是最後一位 對ă 外公務單位 回答了仔细一点 我想谢谢 郑议员的质询 我现在想要介绍我们旁听席 来到许多的贵宾 在我们看过去的 右手边 右手边是南投竹山 四季早永会 南投竹山 四季早永会 由江慈隆总干事所率领的 乡亲来到高雄示意会 在我们看过去的 左边是郑修 科技大学的学生 由他们的老师 蔡荣一老师 曾新闻老师 所率领的 郑修科技大学的学生 欢迎你们来到 高雄示意会旁听 再次用掌声 欢迎他们 谢谢 休息十分钟